国内外天文专家将于5月23日齐聚贵州平堂县参加平堂星小行星命名仪式。 平堂县的名字从此将在太空运行。 贵州平堂县是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射电望远镜,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,简称FAST所在地。 据FAST工程总工程师、首席科学家南仁东介绍,平堂星1999年12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观测发现,经国际小行星中心认证,确认是新发现的小行星。 经进一步观测,国际小行星中心于2010年7月26日正式公布这个小行星的永久正式编号为92209,并将其命名权归属中国国家天文台。 为纪念世界最大单口镜射电天文望远镜落湖贵州平堂,中国国家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提出申请,决定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平堂星。 据了解,FAST工程由中国科学院和贵州省政府合作共建,2011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,总投资6.67亿元建设期五年半,目前已进入工艺设备安装阶段。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级的射电天文研究中心。 完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this program了。